嗨,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小媳妇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苏丽 在我们开始做之前,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我的视频是有中文和英文字幕的 需要的话,记得要打开自摸 做苏丽的基本主要食材有 多用途面粉 红糖 无盐牛油 和盐 如果想有不同的口味,可以添加以下一种或多种的食材 食材有燕麦片 在之前分享的苹果酥视频里 苹果酥的酥粒是有加入燕麦片的 苹果酥的视频连接会放在这视频的右上角 供你参考 再来是坚果或种子 可可粉 抹茶粉 你也可以放其他口味的粉,如美露粉等等 今天我们来做美露酥粒和抹茶酥粒吧 食材成分以及比例会列在说明框中 咱们开始做吧 首先将烤箱预热至170摄氏度 取出冷的无盐牛油 将无盐牛油切成小块 然后放一旁备用 取出多用途面粉 加美露粉或抹茶粉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加入红糖 还有加入盐 再次搅拌均匀 最后加入无盐牛油块 用手指将全部食材混合均匀 一直搓直到成蓬松面包糠状态 当成蓬松的面包糠状态时 就可以准备烘焙了 可以将混合物撒在马芬混合物上 单独烘焙等等 今天我们来单独烘焙美露混合物和抹茶混合物 将美露混合物和抹茶混合物 撒在铺有烘焙纸的烤盘上 然后将烤盘放入预热至170摄氏度的烤箱 烘焙10分钟 10分钟后取出烤盘然后放凉 放凉后美露酥粒和抹茶酥粒就做好了 如果有多余还没有烘焙的混合物 可以放入密封袋中 然后放入冰箱冷冻 储存至最长一年 如果喜欢我今天分享的酥粒食谱的话 记得点赞 还有要转发给你的朋友看喔 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请订阅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